二跑,如果算跑法上,出來內袋輕磅 通常是硬樹的,好位 比場代號碼,多少Q飛,穿了格 知道必勝,36倍 他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回來跑千四 之前打算試試試試看千四千六,試試增添 目標沒有了,就縮回來跑較短 因為他經常留不到,千四跑千四千六 中段走過去就不行 補充不夠嗎? 可能是 所以要縮回到千二才能贏得到 畢竟最近有狀態的話,都可以搏一下他一三五倍 位置就穿了,都落錦點票 剛才七十幾元來的位置 3號,今天二象馬一直放著他 到現在都沒有掉下去,乖很多 上次就不同了 上次很懶惰 上次你找哪兒挖過去,當然是懶惰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都重要 二象馬一直... 很少 對,拖著他 要不然就站在一邊,站頂頂 要不然有時候工作人員幫忙 現在都不是二象馬,一直都... 不要搞他 Q飛不是很多 七號,反而Winner一直滲 位置都是的,現在落到六局 Q飛上六格的就七拖二 八九,都是六格,幾乎 十四號,那隻動日升的WIN都... 十下十下來到八倍了 要調整一下,過關飛人才彈了很多 六十多元一上就上一倍 現在就叫做落一點 二號就站住五倍 二三Q就再熱一點,四點八 好了,中華盛景就是工作人員幫忙了 現在就拖著他 嗯 那就應該差不多入閘了 嗯 二十一元,中華盛景 位置是十三元的 落飛就是這隻,知道必勝 連泰安的都二十二倍 紅燈亮起了 沒錯,馬筆也會很快入閘了 二班千四米壓尾 看看這一隊騎鏈,是不是都繼續大鬥化了 好,率先見到入閘呢 就是勝利威龍 旁邊,疾風勁草 順勢贏,電子群星 搞定,然後輪到首度回來 落到二十八倍 這隻知道必勝 搜到回來 電路三號 小小脾氣扭機 動日升的獨贏 也都亮到綠燈了 好了,電路三號搞定 接著是包裝太譜 六個馬的劍花聯盟 也都沒有大問題 落飛的,知道必勝 保城之勝 紅運飛鷹 接著輪到大熱門 二十一元的中華盛景 後面還有兩隻 落飛的旭日升 和一定美麗 時間也都差不多 交給你了,浩然 全部馬不準備 等到十場賽事 二班千四,大熱 是三 旺旗舉 好,一起步 電路三號在後面 見快聯盟 前面快馬 見到中間位置 疾風、敬草、順勢贏 外面 保城之勝 紫色眼罩第四位 首度回來 補了內蘭第五 紅帽 包裝太保 第六位 粉紅衣、淺藍帽 還有旭日升 很多層 內蘭一定美麗 中間紅衣、中華盛景 外面還有勝利威龍 後面五隻 彭雲飛鷹 尾五 尾四 內蘭電子群星 尾三 至到必勝 後面兩匹馬 分別是電路三號 和粉紅三一隻 是健快聯盟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的馬 有一對 外面是保城之勝 外面首度回來 分裂三、四位 內蘭疾風 競速出面順勢贏 第五位 紅帽 南白環間三 包裝太保 外面有旭日升 一路兜出面 勝利威龍 在馬嵐後面 紅衣、紅帽 就是這隻中華盛景 扔到最出是紅衣、飛鷹 和知道必勝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 是旭日升 輕幫走出來 攝內蘭上 有這隻一定美麗 再見到後多層 中華盛景 包裝太保 外面上來 還有知道必勝 最後百多米 旭日升透出 見到旁邊保城之勝 外面追 有知道必勝 中間包裝太保 接近終點 旭日升佔 外面逢馬 知道必勝 跑第二名 旭日升 第三名馬 就真的很多隻近 保城之勝 近 外面 按住 是不是有些馬 左 紅衣、中華盛景 再見到 中間 就是電子群星 包裝太保 外面 還有一隻電路三號 內蘭 一定美麗 第三 慢慢看看 超級多 周到必勝 最後二二倍 飛格 後上勝出 蔡明少 食尾虎 法第二名 十四號 旭日升 潘明輝 第三名 保城之勝 第四名 一定美麗 9號8號 全部都落飛馬,一隻飛隔兩隻六格 不贏馬那隻,知道必勝都可以服二班,厲害 兩大高手都不在